胰岛素注射笔 第一步骤,准备好所需的用品。胰岛素注射笔,笔针,酒精棉。 确认胰岛素仍在有效期内。 笔一旦打开,要在四周丢弃,或者根据制造商的指示。 第二步骤,安装笔针。 从新的笔针上取下安全密封。 拧紧针头。 取下外针帽,不要扔掉。 取下内针帽,可扔掉。 每次注射都必须使用新的针头。 第三步骤,进行安全测试。 每一支新的注射笔都必须进行安全测试。 将计量调节旋钮波至2的位置。 注笔并确保针尖向上直立。 按压注射键至0出现在计量显示窗。 观察针尖处是否出现一滴胰岛素。 否则,更换针头并重复步骤。 如果步骤重复了三次,针尖处仍然没有出现一滴胰岛素,这支笔可能有缺陷,请更换并使用新的笔。 第四步骤,转向胰岛素剂量。 将剂量调节旋钮限制所需的剂量。 检查剂量调节旋,确保剂量是正确的。 如果不小心调过您所需的剂量。 炫回到0,然后再重新炫制所需的剂量。 第五步骤,选择注射部位。 最常见的注射部位是腹部。 注射胰岛素的部位必须在肚脐两个手指以外的双侧腹部。 两次注射应间隔至少两个手指的宽度。 千万不要反复注射在同个部位。 第六步骤,如何注射? 用酒精棉片清洁皮肤。 用一只手轻轻捏起注射部位的皮肤。 如视频所示,用另一只手拿起笔。 确保同时可以看到剂量显示窗。 将针头90角度插入皮肤。 用拇指缓慢推入笔墨端直到零出现在剂量显示窗。 从一数到10,然后拔出针头。 将手指轻轻按压注射部位5秒钟。 切勿用力搓揉。 第七步骤,如何取出针头? 将外针帽盖回针头。 使用外针帽拧下针头。 如视频所示,取下针头。 不可重复使用针头。 第八步骤,处置及储存。 将用过的针头扔进加钙的硬壳塑料容器中。 将开封的胰岛素笔保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照射。 未开封的胰岛素笔必须储藏在冰箱里。 第八步骤,处理洗液后的定乎。 后来,将手指车帽紫帽子朝鮟致。 如果这样很像,请注意。 半分量。